上香 喝酒 沙血为盟 你俩这都虚声力了 这真是鼓励我呀 没有 骑马 妈 张飞摔了 沙血为盟 解译完了老太太 张飞摔了 沙血为盟 家里的东西找不到了 妈 诸葛先生 求您出山 诸葛先生不出山 请关羽出山 关羽不出山 请刘备出山 刘备不出山 请张飞出山 张飞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 tactics Bernard 请刘备出山 刘备不出山 刘备不出山 请关羽出山 张飞出山 20岳 可以 刘备不出山 请关羽出山 道主 还有架子骨 就在这儿 相信 有声吗 敲骗了 你得上我这来 骨锤你也不拿 能有声吗 有声吗 有声了 哈哈哈哈 低谷 哈哈哈哈 葫芦丝 哎那叫君谷 哈哈哈哈 我老家都这么叫 哈哈哈哈 大哥是哪个呀 哈哈 就是节奏有点不太稳 什么 不稳 有一点点 哈哈哈哈 有你俩 我这创业未办 就得中道崩祖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二位贤弟 今日 我们就要结议了 来 带桌 好 哈哈哈哈 哈哈 一想到 今后我兄弟三人 将在这乱世之中 同心协力 这个应该放在这儿 就百姓虞 你就摆后面不行吗 不是摆在后面不好看呀 得放在这儿 那你放后面 你放后面 你没有审美吗 你就不能放这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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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摆到这 只要咱仨能和和气气的 摆去 这样好看 行 你俩不吵架就行 来 结拜 跪 怎么了 大哥 拜啊 拜 拜 没事 我刘备 关云厂 张义德 等一下 二位贤弟 咱得一致啊 找规律不会吗 找规律你不会吗 我找规律了呀 你怎么找的 我张义德呀 关云厂 那我刘夕德呗 对呀 不对 你俩得跟着我说呀 跟大哥说 我刘备 我刘备 等一下 你说不能换一个吗 就是啊 这都俩刘备了 不是啊 你也得换一个 我也得换一个 我想一下大哥 想一下 你换什么 我 我你 你关羽是吧 你说一下我感受 我关羽 掉高了 掉高了 这么难吗 来来来 起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名字都说 二位贤弟 来 我们看天边那三只鸟儿 啊 它是不是有两只离得特别近 就显得另一只特别的远 对 是 它和谐吗 不和谐 它像兄弟吗 不一样 对了 干啥呢 哈哈哈哈 我说的听明白没呀 咱要互相关注 相互照顾 我不能像他们似的 啊 互相关注 相互照顾 哎 嘿嘿 说是词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 哈哈哈哈 二位贤弟 你们两个互相关注 非常好 非常好 但与此同时 大哥给你们的关注 你们有察觉到吗 哎呀 哎呀 关注一下大哥呀 明白了大哥 哎 嘿 来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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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俩这是关注吗 你俩这是要送我走 哎呀 说生的时候关注我 好 哎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弹球童年童 你扎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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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呢 这么重要的场合 老鹰捉小筋 咱能不能把那些琐碎的小动作小游戏都收一收 站在这儿 只说词 不行 不求童年童月同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同日死 好 我们李承 不论负货 不平静 健康过急恋 我们都叫你 打打打打打打 永永远 来 你站那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愿意吗 我也愿意 我不愿意再见 怎么了 怎么了 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三只小鸟的隐喻听不懂是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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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明说了啊 从刚开始你俩就不对劲 下跪动作都一样 明也说不起 誓言也有问题 你说的行 我说的就不行 怎么感觉你们两个关系更好呢 什么意思 穿脱好了 孤立我是吧 哈哈 哈哈 没有啊 不漂亮 不漂亮啊 来来来 快快快快 你俩动作都一样 哎 你学我是吧 我 大哥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俩之前就认识 在一块相处的时间 久了一点 所以平时生活中 可能就默契了一些 哎 绝对不是孤立大哥 哈哈哈哈 默契 你俩管这叫默契是吧 是啊 行 上香 你俩结议完了 喝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雪为盟 蹭蹭蹭蹭蹭 嗯 哈哈 你俩这都虚伤力了 这就是鼓励我呀 没有啊 哈哈哈哈 哎 最硬是吧 行 我看你俩的默契到什么时候啊 来 你俩结议完了 骑马走 张飞摔了 哎呀 哎 哈哈哈哈 挺默契是吧 来 碰着个老太太 路上又碰着个老太太 哈哈哈哈 老太太前面地上有坑 哦 这老太太还挺矫健的哈 哈哈哈哈 你再来一个老太太 你们两个孤立她 没有啊 哈哈哈哈 行 来 骑马 骑马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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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骑马 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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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飞摔了 杀血为萌 哎呀 哎 嗯 解议完了老太太 哦 张飞摔了 杀血为萌 哎呀 哎 嗯 家里的东西找不到了 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张飞摔了 杀血为萌 哎呀 哎 嗯 张飞摔了 杰一丸 杀血老太太骑马 来 哎呀 哎 嗯 嗯 呜 哈哈 喂 喂 喂 张飞摔了 杰一丸 杀血骑马 东西找不到 关羽摔了 老太太骑马 刘备被孤立 哎呀 哎 嗯 妈 哎呀 哎 呜 没有啊 哈哈哈哈 这是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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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 吵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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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啦 张飞摔了 哎呀 关羽摔了 哎呀 张飞摔了 哎呀 刘备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啥意思啊 到我这摔死了 啊 行了行了行了啊 无需多言 告辞 大哥 咋的 要下雨 啊 预感也默契 是吧 要好好好 嗯 撑个小伞 就下雨了呗 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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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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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但是否通过要由诸葛亮自己来决定 也就是我 他是不是说过一遍 你别打岔 多好的剧本沙呀 我之所以选择先生请出山这一趴 那就是为了提高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 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即兴发挥的部分 就好像是 和客户之间的交流 你很懂嘛 刚创业吧 很多都是老板带着员工过来玩 那咱赶紧开始吧 我再强调一下 三位呢只有三次机会 敲门请诸葛亮出山 要是失败的话 后续将会变得举步伪艰 祝大家好运 那么诸葛孔明 也就是 你 在下 先行告退了 只有三次机会 那这 诸葛先生你好 在下刘备 一步茅庐了 什么意思 干什么呢 你是关于我是刘备呀 不是 我红脸都画了 我不是刘备 你就画了红脸你才是关羽呀 红脸的关羽 这个即兴就是一点剧本都没有 对不对 二故茅庐 他有避回 老板他有避回 你有病 游戏已经开始了 这是干什么呢呀 这 咱就剩一次机会了啊 我不知道你俩咋回事 我是没反应过来啊 夸夸二故茅庐给我干出去了 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 我觉得咱有必要演练一下啊 像平常一样 做个预案啊 讲义 你来演诸葛亮 我们来拜访你 我是诸葛亮 对 诸葛先生你好 我兄弟三人特地求先生出山 兄弟三人 刘备 张飞 那关羽在哪儿 你管什么关羽啊 你是关羽啊 我不是诸葛亮吗 你在演诸葛亮啊 那还是没有关羽啊 对呀 为什么对呀 假装有关羽 假装 来 假装 不是 来者何人 在下刘备 在下关羽 等会儿 你怎么又关羽了 刚才不是没人演关羽吗 那照你这么说 现在还没人演张飞呢 我可以演张飞 你演什么张飞 你是诸葛亮啊 我是诸葛亮 不是那我谁啊 你就是张飞 你自己 自己 在这儿 假装有关羽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来 来 刘备 张飞 关羽 哥说话 把张说话 来 这这这这 哈哈哈 干什么 打什么招呼啊 假装他在不要理他呀 他既然在 为什么不理他呢 我演不了 你 我来 你来 刘备 诶 诸葛亮 你滚下来来 不是咋了哥 咋了 他是关于你是诸葛亮啊 那谁是张飞呢 假装有张飞 不要理张飞呀 不是 那为啥不理我呢 因为你是诸葛亮啊 我可以演张飞呀 你演什么张飞 我就不管了 不好意思 咱们时间要到 你算你给你们带 哈哈哈 就 我来演诸葛亮好吧 我来演诸葛亮好 来 你们两个拜访我 直接回答我问题 好 请问 来者何人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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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呀 得刘备先说话 这不没有人演刘备吗 哈哈哈哈 哈哈 行 请问 来者何人呢 哈哈哈哈 在下刘备 关羽 张飞 哎 关二爷 久仰久仰 不是 厉害厉害 葛亮兄 等会儿 哈哈哈哈 葛亮兄 啊 咋的姓氏你不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我是父姓诸葛 哈 请问三位 所谓何事啊 啊 在下刘备 啊 我 我 我 哈哈哈哈 我 哎 哎呀 你没想好词你上去干嘛呀 就是啊 再来一遍 来 在下刘备 咋的姓氏你不懂啊 哎 我是父姓诸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 照我原则说呀 咱得说为啥来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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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说啊 刘将军真是一表人才 哈哈 这还 这还像话 你有关羽这样的兄弟 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不懂不懂 也没说你啊 如果你要是请到我出山的话 一定会给关羽张飞升职加薪吧 升职 我刘侯一定会 我也觉得不然他还是个人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孙芳 走 成哥大哥 升职加薪 等一会儿 就光想着钱是吧 没有啊 哈哈哈哈哈哈 有你俩 我这创业未办就得中道崩足喽 哈哈哈哈 咱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游戏 你俩得防分担分担呀 哈哈哈哈 明白了 分担 在下诸葛亮 三位所谓何事 请张飞说话 在下张飞所谓何事 请刘备说话 在下刘备所谓何事 请关羽说话 在下关羽所谓何事 请诸葛亮说话 在下诸葛亮所谓何事 请张羽说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羽 张羽 羽 一只山 请不虽容 行了 哈哈哈哈 诸葛先生 送您出山 诸葛先生不出山 请关羽出山 关羽不出山 请刘备出山 刘备不出山 请张飞出山 张飞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出山 请诸葛亮出山 哈哈哈哈 诸葛亮不出山 请罗位出山 刘备不出山 请关羽出山 张飞出山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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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们家墙头子 剧本沙呀 朋友们 这样 我再最后一次 跟你们讲一下这关剧本沙 空城记 原本呢 诸葛先生是知道 这关的通关方法的 但是由于你们三个上一次没把人家请出来 所以这一次你们三得自己解决 但是但是但是你们仨都扮成诸葛先生 那真的是不行的呀 对呀 我就跟他俩说了 我说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大哥 那不都说三个诸葛亮顶个臭皮酱吗 你说法了 一个臭皮酱顶三个诸葛亮 就没有三个诸葛亮 对人家是六个诸葛亮 什么六个诸葛亮 我能有六个 我不信 开 开 四个 我没有 大哥你几个 我一个 那不还是五个吗 什么五的呀 听人家好好说行不行 您说 我一个 六个 说了 说了 我说了 有六 别被他俩带进去了 咱说规则 对 规则 规则 那么规则就是 在城墙外 有我司马仪 十五万 杂鸡 那么在城墙内只有你们三个 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骗过我 逼我退兵 只要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 你们就算过关 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在下司马仪先行告推 好 你们快点 哎 跟谁俩的司马仪 你是不是要碰 你回去吧你 你俩听懂规则没有啊 好 那我再说一遍啊 咱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十五万敌军 但是只有我们仨守着这座城池 可得好好想想办法 那咱们得以少胜多 是这个意思 不是咋整啊 对面十五万人 咱们只有三个人 对 一个人打五万 一战 来 你俩算得倒挺快啊 那能打得过吗 不是 大哥你要是打不过 我跟二哥一人再多打两万 大妈家呢 说打两万打两万呢 十五万 十五万有多少 你俩没概念是不是 大哥你别急啊 我俩捋一捋啊 十五 二十 五 十五 十五 二十十五 十五二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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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十五二十是了呢 咱聊过关的事儿 十五万那能硬钢吗 啊 咱得动动脑子 咱得想想计谋 计谋 明白了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上回那招 啊 子马哥哥 哎 中计了 哎 什么计啊 卫言计 这样每人计你能想 哎 不太行啊 还有一计啊 那个我说不清楚 我给你比划一下啊 这有一艘船 嗯 上来好多人 哎 萨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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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计 同舟构计 哈哈 闲言梗啊 哎 这个闲言梗不行啊 那咱换一个啊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 怎么还是闲言梗啊 这个啊 这个是啊 这个 呃 过 下一个 两个字啊 过来 归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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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归零人 快计 漂亮大哥对了 什么的大哥对了 取快计 反过来 鸡 对啊 就一个字了 鸡 每次每次我们俩表现得很优秀的时候 大哥会怎么样 我怎么样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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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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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 鸡 鸡 鸡 我说了咱是假装有那么多人 假装有多少人 十个够不 你说呢 对面十五万你十个 咱怎么也得比十五万要多 那你说个数 两倍 三十万 明白了 三十万 整队 整队 不好意思 你俩干啥呢 呼哈呼啊 这样的 不是大哥 不是你说的吗 假装有三十万人 对呀 我们这才假装到第六个嘛 什么呀 这能装出来三十万吗 这不就你俩在这动的吗 三个你不也走了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样子 大哥大哥 你让我俩装完 装完他就能有三十万人 对 你得相信 信则有不信则没有 怎么可能有呢呀 再说了 你俩在这整队 他看不见没有用 看不见 那让他听见 报数 听 五十万 一二三十万 等会儿 这能对吗 你别跳着报 你得一个数一个数报啊 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十二 十三 等会儿 七呢 逢七得过 拍出去了 拍出去了 从刚开始 你俩给我摇骰子 划拳十五二十 现在给我敲七 能不能把这些精彩的小游戏 都给我收一收 有驴啊 哪有驴 啊 报什么数呢 它就不是那么回事 咱就没有那么多人 不是 大哥 你让我俩报完 它报完就能有三十万 对 你得相信 相信得力量 我相信什么呀 三十万人 那是说相信就能有的吗 我们现在只有一 二三 对 我们只有三个人 咱就做点三个人能做的事 但是 是假装出一种三十万人的气势 一种氛围 气势 氛围 气氛 气氛 哎 来 对六 来 现场的观众你们好吗 你们 尖叫声 美国的朋友 张开你的双手 双手 来来来来 这是干什么呢 演唱会 这能行吗 大哥你别急呀 你得相信我俩一次 刚才整队报数都被你给打断了 对大哥你能不能信我们一次 你有点信念感不咯 我要什么信念感 我要信念感啊 来开始吧 开始什么 打鼓啊 打什么鼓 架子鼓啊 哪有架子鼓啊 就在这儿啊 相信 有声吗 你得上我这儿来 鼓锤你也不拿 能有声吗 有声吗 有声吗 有声了 低鼓 葫芦斯 那叫君鼓 我老家都这么叫 哈哈哈哈 大哥是那个呀 哈哈哈哈哈 就是节奏有点不太稳 什么 不稳 有一点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敌军不是十五万 是十五万零两个 你有六个诸葛亮 我不信开 大哥 你要打不过呢 我俩多打两万 你俩到底有没有脑袋 没有啊 一鼓茅庐 二鼓茅庐 咔咔干出去啦 厉害 厉害 葛亮兄 跟着倦鱼似的 不求同言 同言 同日 老鹰多少筋 能不能帮我分担分担 我不愿意担接 诸葛先生不出山 就诸葛先生出山 游戏已经开始了 五六八 关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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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中计了 你俩管这交锻器 没有啊 大车好像有鲤 没有啊 不知道诚你上去站的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你站 我站 我咋就跟你俩结了坏了 我咋就会 你俩说 有事 没有